首次 新疆反恐展在京面向中外媒体开放 巴基斯坦记者 这不是我第一次参观 但仍然很震撼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57场涉疆问题新闻发布会 11日在北京举办 针对在刚刚闭幕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第48届会议上 一街西方国家对涉疆问题表示关切 特别是美国不惜与视为会这样的暴恐分裂组织狼狈为奸 投火炮制所谓展览 赞不关于中国的虚假信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徐贵 相遇以严厉驳斥 在发布会开始前 到场的中外媒体参观了新疆反恐展 环球时报记者注意到 展览同在自治区一样分为三个部分 介绍新疆的基本概况 新疆曾经发生的暴恐案事件 以及新疆反恐与去极端化措施及成果 展览管理人员告诉记者 该展览自7月17日开始在北京展出 同在乌鲁木齐的展览一样 展示了52个案例 但没有涉案暴恐物品的展出 目前展览对公众开放 需要团体预约才能参观 入住新疆大厦的旅客 在房间内也会收到关于展览的介绍 可以预约参观